材料清搭,小番茄,树柯,番茄酱不建议用瓶床番茄沙丝,开锡,我一般就买上海梅林,蘑菇,若干,荷兰豆五到六片,腌肉或其他肉类,长均可,一大绿面,按人数,只是片一到两片,做前置一面,没有事先做好的肉加化,那就冰箱里翻翻,能有这些,就能出一道好面,下面是饭两人粉, 最后用料如图这些,煮面,这个图系说了,大家都会的,另开一个脏,平底锅稍微油先炒下小番茄,如果家里有洋葱,这里可以先爆炒一些洋葱后再下番茄,接着一大勺番茄酱,这里最好不要用番茄沙丝,太稀了,翻炒至番茄软辣,有浓郁茄汁,下切好的肉类和蘑菇,调味,翻炒, 加少许水,中小火慢煮,煮开的最后放荷兰豆,最后放荷兰豆是因为熟的快,要保持起脆度和颜色,软辣就不好吃了,炒过换小火后,下滤干水分煮至8,9分熟的一面,翻炒拌匀还是小火,现成的芝士片,色彩铺在表面,然后慢慢拌面拌匀,芝士预热会软化, 同时收干汤之后即可出锅,今天找到香料用的米点香,摆盘,撒芝士粉,香料,完成